一号戒备信号生效 最少会维持到明早的10点钟 天文台说 今明两日正值天文大潮 部分低沙地区或水浸 由杨佩斯报道 一号戒备信号之下 本港天气仍然风平浪静 不过天文台说 这两日正值天文大潮 加上受东北贵后风和曼仪共同影响 水位在晚间涨潮的时候会升得特别高 水浸黑点李玉门三家村 下午开始已经加装防水闸 有店铺门外对起沙包预防海水倒灌 之前浸了就不见了几个雪櫃 要重新再买 所以现在特别要准备一下 因为天文台说要涨潮 这几天所以害怕 所以拿好沙包好像会好些 货要放上去 但是雪櫃那些就不会搬到 因为我们太重了 我教我们两个女孩搬不到 感觉到不会很厉害 你们觉得大风呢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它沙包政府都准备了 准备了 现在这条街都准备了 天文台预料星期一晚上10点 直到午夜之间 维港海水高度会上涨至海淘基准面 以上大约3米 而大澳的海水高度就可能上涨至大约3.3米 渠务处说已经派人起来沿门 大澳和沙头角等 多个沿岸较低窪或当风地区 检查排水渠状况 安装挡水板 设置临时水泵等 以减低海水染路对居民的影响 天文台预测 曼仪星期二会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略过 除非曼仪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 或者以较高强度靠近广东沿岸 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 天文台又提醒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NOW TV记者杨培斯报道 记者黄明芝现在就在李渔门 强务署有什么措施去防范水浸呢 强务署就已经在比较多沿岸 比较低窪和当方的地区 譬如在李渔门这里 已经开始了应对暴风潮的相关措施 李渔门就已经设置了 临时行人通道平台 平台大约去到我大腿的高度 它降低可能因为海水浸到上路面 对商户和居民所造成的影响 并且也有提供了沙包等等 给市民去拿的 而在大澳和沙头角等等 都有职员去检查排水渠的状况 大澳水浸预警系统下面的 紧急事故协调中心 在今晚的7点已经启动 去协调疏散救援和紧急支援的工作 另外在大澳的两间临时庇护中心 和农田临时收容中心 也在今晚7点起开放 给有需要的居民去暂时使用 天文台预测 晚间涨潮的时候水位都会比较高 住于低窪地区的市民就要注意了 我们先看到这里 先把时间交给新闻部